WDA 活動 它其實是一個全球性的計劃 希望可以透過有系統化的培訓 來幫助台灣的女性開發者 可以正常這一塊 去了解到他們自己的價值 首先我必須得說這是一條非常長的路 大家往兩性平權性別多元化的路上 我們提供更多的選擇跟資源 是讓一群對科技業有熱忱的女性 彼此交流學習的研討會 是讓一群對科技業有熱忱的女性 是個溫柔的女性成長儀 能夠讓大學員們互相激勵成長 進到這裡面有一種被逼迫著要我往前的感覺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厲害 你就會覺得我不能就是停在這裡 我要整理一下我短期跟長期的目標 短期的目標就是申請Kotlin GDE 因此我就會需要去寫更多的程式專案 跟擔任技術的講者 比較特別的是我覺得學員們的分享 是讓我學到比較多東西的 那課程的內容我覺得只是一個引導 讓學員們去做嘗試 那透過這樣一步一步 他們先從不敢嘗試到上了這樣子的課之後 他們願意去踏出這一步 可能可以從小小的演講裡面 獲得更多的成就感與自信 以前我可能會擔心東擔心西 覺得別人的目光 那因為有這些經歷 才能造就每一個獨一無二的自己 然後都有獨特價值的 所以未來我會更加相信自己 然後更有自信的去面對未來的一些挑戰 即使知道自己的缺點和盲點 但是還是很難跨出去 WDA這一次的活動呢 我覺得對我帶來最大的改變 應該就是行動吧 我覺得行動才會帶來改變 不錯 郭富強真正的出現 還有一個內容 非常不錯 完全沒有進行